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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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籌碼強勢股 操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軸心 上個禮拜五的美國股市 持續的反彈 包括 道瓊 S&P500 還有費城半導體 尤其是什麼 尤其是S&P500 再度創下了收盤新高 當然在美股反彈 持續反彈的激勵之下 台北股市早上也是開高 我們看台北股市今天早上 可是開高之後 早上開高 大盤一度漲了97點 收盤會掉下來 收盤跌58點 老師到底發生什麼事 其實就是量縮 大盤今天量其實不夠 今天成交量才2800多億 量能不足 量能不足的情況之下 前面的壓力區 18000點的心理關卡 18034的歷史高點 沒有量其實是過不去的 老師那大盤是不是這樣就結束了呢 這個地方是不是高點 我們這樣說這裡肯定是高檔 但它是不是高點呢 那高點總是用歷史來決定 不是就市場決定 不是我們現在去猜出 這個地方18000不會過 或者是賭18000一定會過 其實我們不是用賭的 我記得昨天吧 昨天我大世界化有跟好朋友們分享 我拿了一個比較圖 我今天也在節目裡面做一些解釋 因為其實我看到目前的情況 從7月份見到高點 然後盤整到現在盤整了5個多月 快半年了 這半年在高檔盤整 是不是在之前有出現過類似的情況 其實在22年前 非常的接近非常類似 我們先看一下大數據 然後來解讀今天的盤勢 大盤今天收盤竟然跌58點 早盤還漲9幾點 結果最高和收盤差了150點以上 好 可是雖然大盤是跌對不對 跌了58點 可是多頭啟動17檔 平昌10檔 所以多頭增加7檔 空頭增加1檔對不對 其實大數據的分數還在94.7 所以分數還在90幾分 今天大數據的分數 來 94.5 在94.5 上禮拜94.7 今天94.5 其實也差不多 老師重點 你剛剛要表達的是什麼 來 我在昨天的大事業話 有給各位一張圖 上面當然是 到上禮拜五 大盤的收盤走勢對不對 前波高點1803是在7月份看到 也就是台北股市的歷史高點 在7月份看到 那經過了疫情的關係 一次兩次的震盪整理 最近這一個月來了兩次 接近18000點來了兩次 所以這個大概是一個 接近 左邊稍微高點 這裡稍微低點的一個壓力線 那這個壓力區會不會過呢 我們來看一下22年前 這是民國88年 現在是民國110年 所以22年前也是12月 也是在7月份見到高點 因為然後擊殺 在這個地方經過整理 待會兒會跟各位說 這個地方在整理什麼 也是一樣 當時這裡還站上季線 十字軍線還站上季線 這裡十字軍線還沒站上季線 有沒有 這裡來了 又來十字軍又過季線 跟這裡一樣 十字軍又過季線 談一次下來再談一次有沒有 那我認為大方要下來 其實在22年前這裡也下來了 可是下來之後發生什麼事 也下來囉 下來之後 如果各位在股市的時間夠長的話 民國88年就是1999年 2000年發生什麼事 2000年 說老師我知道 2000年網路泡沫千禧年 是不是 因為大家擔心銀行的帳 會出現問題 所以當時網路股 只要打抗就大漲 然後儲存系統的光碟片 萊德中環 中環漲到超過200塊 萊德漲到300塊 那時候因為大家要拼命的儲存資料 怕千禧年那個數字 可能會讓電腦讀 電腦會不懂 尤其是銀行的帳 你看喔 剛才那個圖在這裡 這個是22年前 高點8710 然後碰到兩國論 從870點了677 然後還逢921地震 所以在這個位置整理了半年 剛才給各位看了 12月初就在這裡 12月就在這裡 有沒有拉回 也是拉回囉 有沒有 這有沒有拉回整理 有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認為在這裡 很像是這裡 11月來了高點 12月又來一個高點 然後整理 所以壓回整理一次做量縮 量縮是為了什麼 這裡 這裡突破奇掌之後 噴到10393 這是當時大盤最後的陌生段 陌生段大家也知道 漲得又快又急 而且很恐怖 這段就是 當時我還在營業廳 當時我隔壁 有一位營業員的客戶放空 放空 從這裡起上點放空 直接被嘎到斷頭 空單斷頭 每天補都補不回來 每天漲停板 他空那檔股票 經驗吧應該是 每天漲停板 開盤就收盤 連續開盤 連續五根漲停板 連續跳工五根 你買都買不到 因為其實已經維持率不夠 空頭維持率不夠 融券維持率不夠 然後公司當然每天開盤 就市價補 補不到 結果終於有一天補到了 開盤漲停收盤變跌停 我希望未來的空軍 我希望不要看到這種現象 所以未來 我們再來比較一下 剛才各位看到了 這是千禧年之前 千禧年之前大盤在壓縮 當時的走勢比這裡還弱一點 這裡是斜的 二十二年前是斜的 這裡是平的 差不多是平的 這邊稍微低點 這邊稍微高點 二十二年前是這樣 那一旦這個壓力線突破站上 不要再看空了 所以一旦這個一萬八千點 這個歷史高點整數關卡 長紅帶量站上 請各位就不要再看空了 不要再保守了 所以我說 拉回來是找買點 因為你看 其實還滿有趣的 大家都說 老師等一下未來沒有行情 未來兩個禮拜 外資要休假 對不對 外資要休長假 休到一月份 外資準備休長假 怎麼會有行情呢 各位你知道 這個起帳點什麼時候嗎 這一根 我打圈圈的前一根這一天 這一根 這一根是 十二月二十一號 外資在放假 外資在放假 所以 這個是十二月二十一號 到十二月底 這幾天外資不是在放假嗎 你也出到放假 所以這一波 外資放假的二十二年前 外資放假的時候 漲這一大段 各位知道嗎 漲這一大段 這一大段是 全子股拉的 所以未來如果噴出去 當然全子股一定要漲 靠中小型股指數怎麼會漲 對不對 這一段一定是全子股拉的 到了這裡 全子股進入整理了 這一段噴中小型股票 每天漲停板 這個就是二十二年前的行情 最恐怖的 邪惡第五波 所以 現在你認為還有行情嗎 現在大家忐忑不安 又FED要減少購債了 可能要升息了 然後新變種病毒 好像傳染力還滿強的 英國感染的率好高 目前大家還在半信半疑的階段 對不對 這張字卡 行情總在絕望中誕生 在半信半疑中成長 在充滿希望中幻滅 現在是這裡嗎 不是吧 這裡才是吧 這裡 這裡才是 每天漲停板都買不到 在這裡 在這裡 所以我希望到時候 大家不要在這裡 才來追股票 不要再來追股票 一旦大盤突破壓力一線的時候 你如果是空手的 如果是在場觀望的 或者你是空單的 趕快回補做多了 這就是我的看法 所以在 你昨天 昨天晚上 我大世界化的圖 今天在今天的節目裡面 跟大家做一番解釋 想要看我們大世界化 很簡單 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 專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Light at的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這是30年的操盤經驗 我相信 檯面上也沒有幾位老師 幾位分析專家 能拿出這樣的比較圖給各位看 沒有當時的經驗 誰知道 如果你的操盤經驗不夠的話 這是22年前的圖 當時我還在市場 當時我在市場的營業廳 來 所以要怎麼樣看到大世界化 這些圖表 我們剛剛看到這些圖 怎麼看得到 你加入抽碼大世界 點擊右上角的記事本 這裡 點擊右上角的記事本 就可以看到這些圖 還有就是小學堂 還有我們的節目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不一定 有時間準時2點收看節目 現在其實很多人 都是用手機在看 那你就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晚上7點鐘 你就可以收看到 我們抽碼大師的節目了 今天大家很開心 今天我手上股票 好多檔掌停板 各位你知不知道 今天大盤不是跌了58點嗎 你知道上市加上櫃 有幾檔掌停板嗎 我剛剛看了一下 好像是64檔 有64檔收漲停板耶 所以前兩天 上個禮拜我才說 指數我覺得空間不大 到了萬八就要拉回 其實跟20 22年前是一樣的喔 一樣的喔 可是中小型的股票 標得真的好像沒什麼天理耶 老師賺錢的公司 好公司沒什麼漲 反而重壓的標的也不太動 都漲那些好像沒有賺錢的 中小型的 反而沒買的股票 老師這樣怎麼對啊 這行情 是不是要結束啦 市場上有這樣的疑慮 但是我的看法 其實在22年前也是這樣 一直在換手 官錢在18000以下整理換手 當時就是在壓力線以下整理換手 這樣說大家都覺得沒有行情 所以如果沒行情就罷 那如果有行情 如果真的帶量長紅 站上台北股市的歷史高點 18034 那請你千萬不要再保守 這樣可不可以 你看嘛 真的個股表現 指數 當指數整理的時候 就是標股出頭天的時候 太福 這一天我們就賀掌停 哪一天這天 二號 這一天 這是三號 抱歉 二號今天賀掌停對不對 有沒有 泰福KY 57塊半 當時 為什麼我們在之前就買泰福 因為我們看到籌碼 我們看到大戶天天買 有沒有 不離不棄 11月買整月 是不是 11月幾乎買整月 從年月初買到月底 所以當時我們看到他們買 我們就在11月中就進場了喔 我們在這裡就進場 來 9號再一根漲停 9號是第幾根 第二根 9號第二根漲停了 這裡 第一根這裡第二根 第二根漲停了 10號呢 第三根 第三根漲停 今天 哇老師天啊 還來啊 是喔 今天 74塊4 我們買了50幾個 我們賺20塊超過了 我們賺20塊超過了 賺20塊超過了 我們獲利已經超過50%了 53.5% 今天 74塊4 來 盤中在公共掌檔 我們獲利幾乎4成 是嗎 我們成本是53塊半 我可能算錯了 來 我們獲利 將近4成 將近4成 53塊半吧 成本 53塊半到74塊4 74塊4 錯了 我們把它改過來 應該是將近4成 賺了20塊 將近賺了超過20塊錢 53塊半是 我們買進的成本 當然很開心 40% 4根停板的 4根停板的 所以 其實這些股票怎麼找的 怎麼找到的 這個 透露 量價籌碼 剛剛各位看到了 在它還沒點火啟動之前 我們是不是看到很好的籌碼 那些籌碼 跟三大凡又沒關係 所以如果你找三大凡的籌碼 你會看不到 對不對 外資投信自己上又沒買 好了 那它買的賬數其實也不多 每天都買不到100張 每天買幾十張 少少買 因為它股本小 我們除算股本之後 它比重就高 所以這個是最難的 你要找好籌碼的公司 你沒有我們的方法 你找不到的啦 除非這家公司 剛好有三大凡買 也許你還可以掌握得到 如果沒有呢 最近很多飆漲的股票 好像都沒看到三大凡的籌碼 老是這些是投機股 在漲什麼 所以我剛才不是給各位看了嗎 在22年前當時的狀況 如果未來一萬八千點突破 絕對不是靠這些每天漲停板的 三五十檔中小型的股票 可以把指數帶上一萬八 絕對不可能 這些股票即使一百檔都漲停 即使有一百檔中小型的股票 大盤也不會過一萬八 要過一萬八一定要全子股帶動 可是老師最近的全子股 他今天大盤全子股還很爛 還在回檔 好 全子股拉回就是中小型的出頭天 但是哪一天 全子股急拉 帶量從站上一萬八的時候 中小型股又不動了 你說老師那中小型股不動 那就沒有行情了 不是 我剛剛有跟各位解釋 二十二年前先漲全子股 指數先衝關創新高之後 後面那一段 全部又漲中小型的股票 所以這個行情 你一定要把握起來 如果你不信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等 等待他確定帶量長紅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進來買 不要一路往上一路看看 看到最後手癢才要進來追高 那個時候你要叫我再找標股 可能沒那麼容易 來 所以這些股票透過什麼 我們透過量價籌碼的精算 尤其是籌碼 對不對 你看我們精算了這麼多的比重 才抓到什麼 才抓到太福的 是不是 重點來了 老師 你買股票為什麼長紅才要去買 買起上點比較快 對不對 這是我的操作邏輯 這叫做效率操作 因為資金有時間價值和機會成本 買在起上點操作才會什麼 更有效率 不是買最低點 你看瑞特 這天 這天是爆大量黑K 老師你爆大量黑K 竟然還有加碼性 對有沒有 12月9號 爆大量黑K加碼性 10號來來來來 還有盤下可以買 爆大量黑K高點會不會過 70塊8 這時候才68塊多 會不會過 會不會過 有看到 瑞特10號 今天 這是禮拜五 今天又漲停 沒多久就漲停板了 是不是 爆大量黑K 馬上就過高了 最強的 所以買股票 老師買這裡 當然你買這裡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要買來這裡 漲第一根就粗掉 漲第一根你要記得去加碼 要啟動的時候 當它轉強的時候 當它帶量轉強的時候 你要記得去買 不是買在盤整區 然後把它賣掉 知道嗎 所以操作一定有一套新法案邏輯 這就是我們的操作邏輯 老師為什麼買起帳點 買起帳點比較貴 對 買起帳點當然比大戶買的成本高一點 可能貴個10% 也許貴個20% 可是大戶在底部吃貨 如果它需要一些時間 這也是它的時間成本 它錢也是需要成本的 對不對 它佈局了一段時間 可能發動第一根 我們的成本要對它 貴它10% 隔天再買 搞不好貴15% 可是重點是 後續嘛 對不對 你看 利基 第一根 哪一天這裡 對不對 從盤下拉上來 你都買得到 9號盤下趕快買一買 對不對 9號 這禮拜五 新人立即上來 有沒有看到 立即創新高 是不是 立即有沒有創新高 創新高啦 所以這些股票 都是在我們節目跟大家分享 也實際帶會員去操作 其實我們很多的新會員 在操作的時候 真的越來越厲害了 你看 滑福 有沒有 出現訊號 左邊沒人 就是買點的 出現訊號 左邊沒人 這是11月底 這天那位會員還在問 老師 你說的嘛 爆大量黑黑高點會過 所以他沒出 對不對 所以7號 8號還在盤下混 對不對 來 9號繼續混 10號 其實10號在這裡 10號來 10號尾盤拉起來了 10號 有沒有看到 10號 我印圖的時候還沒拉起來 尾盤拉起來了 今天再拉 所以你要成為贏家 怎麼做 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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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不用出 這才是贏家 不是買最低點 要買起帳點 起帳點的掌握 誰最精準 籌碼大師的 致富贏家決策系統 就是幫各位做決策的 各位 如果你沒辦法準時 2點收看我們節目的話 簡簡單 來 你就訂閱籌碼大師youtube 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戰無不勝 記得 要按讚訂閱點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下這段回來 人民怒火 一二一八 出來投票 創造一流的績 成就市場 一流的口碑 永存國際投庫 擁有完善制度 抵制應軟體設備 使用投資準確性 及時效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掌握經意獨到的 投資建議 我們是你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你用投資的 獨二選擇 永存國際投庫 用誠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 財富翻倍 一通電話 希望無限 永存國際投庫 入位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你害怕美麗流失嗎 我不怕 我的美麗來自蜜露柯納 日本新一代美肌能量 光速絕膠原蛋白 讓你一烹二樣三透亮 四周就有感喔 快搜尋光束蜜露 限時790元 最後再次提醒大家 使用熱水器的時候 一定要保持空氣流通 防止瓦斯燃燒不完全 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風險喔 擔心碰撞 光補鈣不夠 徹底驗氣了它 後衛就是本宮的 周一至周五 晚間十點至十二點 如意轉 掌握市場先機 中市給您獨到的投資建議 每周一到周五 下午兩點 籌碼大師 領中心 補星看中市 帶您掌握市場趨勢 歡迎再回到 春風大師 上一階段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拿了二十二年前 同樣是加權指數的 K線圖 來跟現在做一個比較 如果各位你昨天 大師用航你沒看到的話 其實你今天可以點出來看 我相信對你 對盤市的看法 一定會有另外一番的解讀 因為最近尤其是兩天 因為上禮拜也開始 上禮拜四禮拜五開始 老是都漲一些 好像沒有基本面的股票 反買的股票都不漲 然後漲的是中小型的 股價也偏低的 這個盤是不是 中小型股票拉完 你看大型的股票不漲 是不是就結束了 當然市場上的疑慮不是不可能 但是我把二十二年前的圖 給各位看 其實當時的狀況 跟現在是一樣的 好 那你現在不敢買也沒關係 可是一旦佔上萬八 藏紅帶量 請你不要再保守了 你看現在盤市就是這樣子 真的我們出現訊號的股票 真的是 我們錯誤就說 老師這些股票真的 有沒有Kick out無法無天 你看這支 鷹記 11月30 來爆蛋了 HK會不會過 大家現在越來越知道了吧 會不會過 過啊怎麼不過 隔兩天他就過了 對不對 9號 哎呀老是下來了 也沒事啊 所以如果你買到鷹記了 要不要出還不用出啊 買到耗星的更猛 會買到耗星的你看 其實你都買得到了耶 這裡有沒有買得到 買得到啊 對不對 你沒有買到這裡 你這裡還買得到 12月8號 來 系統出現訊號 是不是左邊沒人 那左邊沒人就可以買 有沒有爆大量 有啊 量先價行啊 有沒有 來 8號出現 9號你還買得到 還來得及喔 是不是 擋停板 9號還來得及喔 9號第二根 禮拜五第三根 這就有點來不及了 除非你開盤試駕 可以買到這裡了 來10號 第三根對不對 今天你就沒辦法了 今天直接開漲題 老師會不會太投機了 你看 細剛細機啦 有沒有看 四天四根停板 有沒有看到 8號買不買得到 買得到啊 是不是 四天四根 東哥呢 東哥有點最近很夯 前兩天說他船被燒了嘛 對不對 出 在海上 可是因為有保險吧 對不對 爆大量黑黑會不會過 過啦 是不是 上禮拜149啊 來 149 這是禮拜四 禮拜五又漲停板 153 今天更高 老師不過今天 上一線呢 8478 8478 有沒有平常訊號 是一六幾年的糕點 所以成為贏家很簡單 跟著我們 來 這些標股 都在我們的掌握當中 運用大數據 來挖掘提升各位財富的金礦 這些那麼多的標股 你只要不要說都有 你隨便有一檔 你就賺爆了 對不對 所以跟著我們 全市場最強的股票 都在籌碼大師李中興的掌握當中 電話撥通 好朋友 拿起電話 立即撥打自負上線 成為自負贏家 我們明天見 市場最高手 是大小的 鉄道 是大小的 推特 所以 是大小的 在單當中 像一字幕 peer 都要 未致 是 又 是